小美严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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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要 要 记住 中国足球 只要自己的努力 可以提的更好 牛笔 国足 明天看你们的 像我们一样 去参战 大家好 第一呢 首先呢 感谢 关注我们今天这场 中韩业余队刚赛的所有的朋友们 真的谢谢 托您的福 托您的福 这场比赛呢 赢下来了 我想简单说一下 就是今天上午我们准备会 我的开场白 其实呢我做了一直播 但是当时呢因为可能都是上班时间 看的人不多 在这个准备会上 我说呢 你把那耳机给我 行 实话讲今天呢因为伞的 哑了 所以呢 带耳机说呢 听得清楚一点 好吧 我现在是在手腕 对 今天的准备会是十点半 十点半开的 很简单 大概不到半个小时 因为在此之前呢 有好几天呢 我们跟队员一直呢 都在群里面做交流 然后来到首尔 昨天来到首尔呢 当天晚上也做了一个录像的分析 其实呢 该传递的 这个基础战术这些方面呢 基本上 都差不多 当然呢 就是 就是主要要鼓动一下士气 我说 我说我先给大家看两件球衣 这是我从北京专门带来的 这件球衣 你可以注意一下 2015年2月11号 巴塞罗那 是的 那天呢 我们就穿着这件的球衣 在8800公里之外的巴塞罗那 1比0呢 击败了 西班牙的这巴斯特拉纳青年人队 此前的这个队说 只要有中国业余队来挑战 赢5比0 最后我们 把它给干 第二件球衣 你不要看这个广告啊 这跟广告没有关系 你主要看 第一 它有一面中国国旗 它有一面中国国旗 这件球衣呢 是 呃 我去年5月份呢 呃 带启航队啊 去参加世界 呃 业余五人制世界杯 啊 在迪拜举行 我穿着这件球衣 呃 然后呢 启航 呃 三战三复 啊 输给威尔士 输给摩洛哥 输给南非 呃 被打的 在几乎还手之力 回来的时候呢 我曾经啊 呃 在我的那个启航的群里面跟所有队员说 我说我 从现在开始 再也不提五人制 再也不带队打五人制 啊 我把五人制戒了 因为给我输糊涂了 啊 被虐的感觉 但是呢 在今年的八月份呢 我又穿着这件球衣 我又穿着这件球衣 啊 临场指挥 带着启航 优十四 击败了 体效队 啊 夺得了百队杯的 优十四组的冠军 啊 所以说这件球衣 我跟队员说 我说他既记录着我的耻辱 也记录着我的辉煌 更重要的是优十四呢 是五人制 也就是说我从哪里跌倒 我又从哪里爬起来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如果人下面 未来还有机会打这样的比赛 我就可以带三件球衣了 因为我们今天穿的这 这件球衣 上面同样有五行红旗 同样印着 2016 8月31号 首尔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 赢了下来 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我准备会上说的四句话 这四句话呢 被今天我的 我的好兄弟 苏州东吴的总经理李毅 他今天也跟我一起 联合指挥了这场比赛 为这场比赛的胜利 也是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他呢 在白板上呢 做了记录 他做的记录啊 上面呢 是防守啊 提了定位球身后 下面有四句话 他其实记得并不是很准确 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团结统一 第二句话是 组织严密 第三句话呢 是开动脑筋 第四句话是 一拼到底 这四句话 这四句话呢 其实他 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我们今天能够赢得比赛胜利的 最关键的核心 团结统一 没有什么比团结更重要 这是从精神层面 没有什么 比统一更重要 这是从物质层面 因为你面对的 这个对手 整体实力要比你强 今天的比赛 控球时间 射门次数 应该讲 对手都要高于我们 具体 为什么 我回头再跟大家细分析细聊 第二句话就是 组织严密 这个组织严密非常重要 organize 就说你 你去准备一场比赛的时候 实际上是要有 要有组织 要有组织 组织的能力 而在比赛当中 这种组织的严密 是非常重要 因为当你面对 一个整体实力比你强 又占据天时地利人和 然后 这样的一个对手的时候 那么 你只能说 用整体 严密的组织 去抗击 对手可能 更强大的 整体的进攻 第三句话 就是开动脑筋 这一点我提出来是什么 就说我们要更聪明的提比赛 因为 实话讲 韩国人呢 你也知道 就是他们 很很顽强 然后呢 也有一股韧劲 但是不得不说呢 他们呢 也有一定的弱点 这个弱点 就说他们认死理 他们有的时候 就是他不会变通 而中国人呢 都是 有一定头脑 很聪明 要论聪明 全世界只有 以色列人 能跟中国人比一比 所以我说 队员呢 要开动脑筋 开动脑筋 就是在比赛当中 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 要聪明 更聪明的 去面对 这比赛的形式 最后一条 一拼到底 我说句实话 今天我很感动 这个感动来自于哪呢 就队员真的是 在拼 他们真的是对得起 自己胸前的五星红旗 当我们决定 把五星红旗 印在比赛服 和训练服的 左胸前的时候 其实我们承受的压力 非常大 当然这种压力呢 坦白讲就说 我想低调一点 我们别印了 万一我们被人打花了 我们出去这不丢人吗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这何尝不是一种鼓励 这何尝不是 让这些年轻人 能够在异国他乡 面对中国足球的 一个老对手 一个曾经几十年 压制中国国家队的 这样一个对手 这个国家的这些人面前 能够展示出来 自己的一份抗争 一份动力 所以我最后决定印 我甚至在前天 还是昨天我忘了 我这直播当中说了 我说如果这场比赛 我们踢的一无是处 从此 我再也不带任何球队 来打外国球队 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 因为我已经把脸丢尽了 但是如果你听了 我昨天晚上的直播 我想你应该至少记住 我当时说的这几点 我说我不敢保证 这场比赛的结果 我不敢保证 我们一定能够击败对手 因为我们是一支 临时海选组织的球队 因为我们在此之前 只有一次合练 只打了三场热身赛 因为我们只有只是在比赛前的24小时 才抵达比赛地 因为我们连 踩场的适应性的训练都没有 我说我真的不敢保证 一定能赢这场比赛 但是我能够保证三点 第一点 我说你看到的一定是 一支顽强拼搏的球队 你一定能看到 第二点 你一定能看到 一支整体阵型保持 相对完整的球队 第三点 我说你一定能够看到 我们是一支有特点的球队 就是队员的特点能够发挥出来 我说我能够保证这三点 事实上 平心而论 如果你看了这场比赛 待会我们那个这个乐波足球会 发这场比赛的急紧 其实在乐视上也有 这整场比赛的回放 我觉得这三点 我所说的 确保做到的这三点 都做到了 都做到了 基于什么 我从带队到西班牙 这次带队到韩国 我深深的明白一点 其实他妈中国人 在艰难困苦的时候 是有扛的这股劲 是有这种力量的凝聚的 是能够分清楚 小我和集体的 是可以把为祖国而战 真正的 深入到自己内心的 一年半以前 去西班牙的那伙子 年轻人 当中这里边一样有五个 这次又来了 来到韩国 他们很幸运 他们一生的业余足球生涯当中 赶上了这两场 我可以说他是伟大的胜利 我为他们感到高兴 而且 我想表达的就是 今天的所有的感受 和西班牙 非常类似 如果你一定要让我说 哪天更刺激 我说今天 为什么 第一 中国足球 至少短时间内 要击败的对手 不是西班牙 我们跟对方差距太大 而是 韩国 第二 此时此刻 这两天 整个中国足球的 关注的中心 是首尔 而我们这支队伍 正处在 风暴的中心 但是风暴的中心 并不平静 第三一点 这场比赛 比我想象的要困难 困难就在于 我没有想到 今天的比赛环境 如此恶劣 我平常 在解说的时候 我其实 我不断的想强调 你比赛 不要找太多的 客观原因 或者裁判的原因 但是我今天真的 我服了 我服了 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 韩国裁判 对方犯规 已经在点球点了 居然能够吹 进区外的任意球 捕食六分钟 业余比赛 能够捕食六分钟 当然我非常感谢他 如果他要捕食两分钟的话 这场比赛只是一比零 感觉不是很刺激 你不是捕食六分钟吗 OK 再打你啊一个 二比零 同样的困难来自于 只有17名队员 严格议上讲 因为有一位球员 他更多的是精神的体现 他的技术能力呢 可能跟其他的队员相比呢 是很难的 我曾经想过 如果有可能 我会派他上场 但是这场比赛 确确实实太重要了 而且最后时刻 我们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他今天没有上场 张华啊 来自于明夏的 一个业余球员 当初为了参加海选 两次资深 坐火车来北京 我觉得他是追求梦想的典范 那么在此之前呢 实话讲 因为每个人的挑费挺贵的 同道伟业呢 给了最大的支持 当时说呢 带14名队员 我说 我当时就想 我没法管他们要更多的名 因为我知道 每一个人的花费 可能就七八千八九千 甚至上万 因为来回的机票 吃住行 所以呢 我跟 同道伟业的朴总 是这么说的 我说朴总 你让我做这个事情 我不要任何报酬 我发微博也好 我带队训练比赛也好 我负责组织也好 我一分钱不要 你给我三个名额 朴总说 OK好 给我 给我三个名额 我原本想呢 这三个名额呢 我给一个队员 这样多一个人 另外两个呢 我带朋友 请朋友来 但是最后 我决定 把这三个名额 都用在队员上 我多带了三个人 可以讲 是我自费 我多带三个人 因为我知道 你在客场 你面对着跑不死的 这帮韩国年轻人 一帮有职业梦想的 并且是训练有素的 教练甚至是拿着欧洲联 C级教练证的 困难非常大 体能非常关键 而多一个队员 就会多一份力量 所以我带来17个队员 今天 恰恰证明 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我们到最后真的 如果没有三个队员 网上顶 只是14个人 打这场比赛的话 我们必然被对方 兵抢马撞 打花 所以呢 我在想 其实今天对方的机会也很多 对方有打门人住 当然我们 也有点球 他们没判 对方还有门前的这种包抄 推射 必进球的机会 错失了 那么 回过头来想 我们凭什么赢这场比赛 我觉得就是 我们 我们受到了眷顾 坦白讲 你可以把它归结为运气 或者是命 但是运气和命是怎么来的呢 我觉得 我们这样的一支队伍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然后这些队员 克服了如此 多的困难 然后一拼到底 到最后到场上 每一个队员都竭尽全力 视死如归的这样的精神 我认为 感动了上场 最后是他们 这能够决定 人生就是一个定数 能够决定 主宰一切的 这样的人 或者是神 他觉得 我们应该是胜利者 我们应该是胜利者 其实在昨天晚上 从技术战术角度来讲 541我早就定了 我早就定了 541 因为我 看了三到四遍 对方比赛的录像 韩国的球队 第一呢 中场压迫 非常强大 第二呢 他打身后 打得非常坚决 四后卫 根本站不住 如果四个后卫 没有一个 相对拖后边 保护众身的话 很容易被对方打透 因为尤其是对方的 这种中前场的 这种高压的逼抢 断球之后 一塞一插 很简单 very easy 对于韩国人来讲 所以我先定的是541 但是坦白讲呢 在热身赛当中 踢拖后的这个队员 也是新入选的一个队员 他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但是之前的比赛 因为我觉得他有一脚长船 他有一脚长船 我还想利用他的长船 但是呢 我反复观看我们 最后一场热身赛的录像 虽然我们4比1赢了 但是呢 由就对手几次的 这种长船打身后 都给我们造成了 很大的险情 在昨天晚上 韩国时间 大概接近凌晨一点 我决定 在这个位置上 调换一个队员 就是今天的这个 其他队友都说 他踢拖后 都说他应该是这场比赛的MVP 他叫田涛 他来自天津 他是启航 第一次海选 他来了 没有选上 没有选上 然后第二次又来 选上了 今天我们一起吃烤肉的时候 他哭了 他可能因为喝了点酒 他哭了 然后我们就过去 跟他在一起 我们交心的了 他就说 他说 他小的时候 有足球的梦想 他在天津 到火日头去练球 但是呢 很遗憾 那个时候呢 可能家里边 也不是说很支持 所以直到他28 9岁 他仍然 几乎每周都踢 三四场球 然后过去一两年的 时间里面 启航的每一次在北京的训练 在北京的比赛 他都是一个人之身 从天津 坐火车来 比完比完赛训练完 再一个人孤独的回去 虽然说你说天津和北京 看上去 这个动车30分钟 但是他得先到火车站 到了北京坐动车 到北京火车站 再赶到训练场 踢比赛 比完赛还得去赶回火车站 坐动车 到天津火车站 再坐车 再回家 所以往往有的时候 我们要是晚上七点的比赛 他踢完了回到家 可能都得第二天凌晨 他想起这些 他哭了 但是他觉得今天 所有的这样的付出和努力 非常值得 所以我们喝着酒 他跟我说一句 他说董哥能不能够 你弄一支真正的球队 我们冲一冲 哪怕是秉级联赛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太多提球的时间了 我已经29了 我觉得今天他 就是我们今天所有队员的典范 包括 打进 第一个球的这两口 他其实呢 实话讲 就是他在此之前呢 他一直随另外一支顶级队啊 在进行备战 他一次 他参加了海选 但他一次 我们热身赛都没踢 一场都没踢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 因为我了解他 他的技术能力没有问题 在赛前 我只是问他 我说你体能 有没有问题 他说没有问题 我说那好 我心里就清楚 他配得上手法 包括今天场上队长 11号 阿六 我们叫阿六 就陈列维 他也是跟我们去过西班牙的 他跟我也很动情 他说 我平常因为速度快 踢前锋 在防守方面呢 并不是很投入 他说但是今天 我尽最大努力了 我玩命的跑 顶在前面 单前锋是最难踢的 尤其五四腰的单前锋 基本上是一种被放逐的状态 是一种折磨 他后来告诉我 他说我65分钟左右的时候 因为他问裁判 还有多少时间 裁判说还有25分钟 再加上六 六分钟补食 就是还有30多分钟 他说当时 他已经要抽筋了 但是他自己蹲马步 在那自己调整 他后来告诉我 他说董哥 我怕让你看出来 因为我知道 我们已经没有人可换了 几乎没有人可换了 其实他不知道 我看出来了 我看出来了 他要抽筋了 因为按他那种提法 又是业余求援 30多了 实际上 他要没有一股精神的力量的支撑 他真的很难 但是我看他一点点的又开始恢复 又奔跑起来 我知道他希望在场上留下来 来真正的等待着中场哨音 吹响我们一起庆祝的那一刻 包括今天 我们的守门员 持勇 他身体啊 比之前呢 发福很多 而且最重要就是他腰上有伤 我们在北京打的第二场热身赛 他为了扑一个球 当时就已经站不起来了 所以我们当时也反正也是输着嘛 我就跟裁判说 这比赛就停吧 因为他已经站不起来了 他腰上有伤 今天比赛之前给他 让队友给他贴机贴 今天他的表现 可以讲也是拼了 所以呢 有人说这就一场业余的比赛 没有什么大吹特吹的事 比赛本身没有什么 我只是说我们体现出来这种精神 他是可贵的 他是宝贵的 他甚至是 有一些职业球队 甚至水平非常高的 所谓的业余球队里边的老大 他也没有真正的体现出这种精神 中国足球从来没牛逼过 中国足球永远不会 说面对对手的时候 用排山倒海之势将你全部压制 你就对柬埔寨都够强 中国人 中国足球永远 或者是短长时间内 还会处在一个弱者向强者挑战的 这样的一个姿态 而这种姿态当中 强大的精神和斗志 这种顽强的一拼到底的 这种力量是不可或缺的 而我们今天 我们是一支业余球队 我们体现的就是这些 而且我非常开心的看到 这支球队有21、22岁的 像北航的三个孩子 李锐 王敏 龙龙 王敏龙 他们之前打大学生 专业 不是专业 就是大学生组啊 超级组的比赛的时候 我一直跟着他们 我觉得今天 他们在场上 他们像个男人 之前像个男孩 你包括李锐 今天20号 踢后腰 541的两个后腰 非常累 非常累 尤其是对韩国这样的 以中场压迫 逼抢 围抢 为主要的这种战术特征的 球队来讲 两个后腰非常累 但这个孩子顶下来了 而且发挥的非常好 仅仅不到两个多月之前 他在踢大足的比赛当中 曾经对北航 对好像是山大吧 他踢20分钟就太紧张了 因为对手也很强 所以踢二三十分钟 教练就没办法 就只能给他换下来 而两个月后的今天 他扛了90分钟 而且表现非常棒 因为在此之前 他参加一个颠球的比赛 他颠了两个多小时 颠了一万两千多个 最后赢得了去巴塞罗那 跟梅西拍照见面 或球衣的这样机会 就这样的孩子 包括龙龙 王振龙 左边后卫 包括王敏 中后卫 踢得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呢 今天在场边呢 其实 嗓子也还哑了 是吧 但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刻 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就 就奔跑啊 进第二个球的时候 玩命跑 我觉得那是我在飞 你知道吗 就我已经觉得 这个世界 慢慢容不下我了 我觉得 就我已经 我必须 不行 我必须得飞一下 因为 因为当时雨停了 如果当时还下雨的话 我坐第一个 我肯定我会滑跪 然后比赛结束之后呢 我后来看录像 我还知道鸡位在哪 我冲鸡位说的 我说记住 中国人只要自己努力 中国足球可以踢得更好 然后我说国足 明天看你们的 请像我们一样 去战斗 其实呢 这是一个美好的夏天 我老婆还跟我说 说你看二女儿出生之后 你几乎战无不胜 然后有幼十四的家长 总结说这个夏天 你带启航少年队 击败了东城体校 拿了摆队杯的冠军 你带启航少年队 击败了日本的 奇遇县的冠军 今天你又带 同道 伟业FC 在韩国击败了韩国 韩国人 他说你打遍了中日韩 这个夏天 如果真这么想的话 这是个美丽的夏天 我要感谢的 其实 你要说我感谢网友吧 坦白讲 稍微有点磕头 因为 我们毕竟 没有真正的接触 但我真的要深深的感谢 这些队员 因为你知道 在这个圈子里面 我在他们哪个圈里面 我都是一个争议的人物 就都有人呢 就瞧我不顺眼 在业余 北京业余圈里也是 来了往往的人 有一些这个人 对我 也是各种各种说法吧 其实也会影响到一些队员 有的队员可能就渐行渐远了 但是这些兄弟们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能够跟着我 我觉得我非常感动 我曾经说过 其实人一辈子没有太多 真正牛逼的时光 其实真正的 就那么几个瞬间 如果说你把你的一份热爱 最终能够化为几个牛逼的瞬间 当有一天你老了 你坐在轮椅上 你哪怕你独自孤独的 在秋风落叶之下 夕阳西下 你望着远方 你能够回忆起来的 就是这些瞬间 所以今天呢 我觉得我和这些队员 一起呢 拥有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光 我们改变不了 中国足球不会因为这一场比赛 能够改变什么 什么都改变不了 也许我们的生活也不会因为这场比赛 而真正的发生什么改变 能够改变的就是我们的内心 就是我们的内心 因为他因为这样一个时刻的存在 因为大家同仇敌忾 同心同德 咬牙坚持 看上去困难重重 但是 有一股力量让大家凝聚起来 然后为着自己的一个奋斗的目标 舍身忘死 豁得出去 同时不失冷静与头脑 这样的瞬间能够赢得 它是一种幸福 真的是一种幸福 就像今天我们在一起吃烤肉 然后大家喝酒 然后因为田涛落泪了 然后阿六也泪流满面 我也流下眼泪 其实这种眼泪 它跟那种痛苦的 无助的 失望的 愤怒的 完全不一样 它是一种感动 为谁感动了呢 我坦白讲 一个人的泪水 真正流下来的 一定是为自己而流 那么也就是说在今天 至少我们当中的很多人 自己被自己所感动了 而有一句话是 每一次的感动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学到了很多 因为我们我们赢得了感动 而这一份感动最牛逼的地方在于 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带来 因此而价值连场 至于说这场比赛 究竟对于中国足球 未来再去 面对韩国也好 日本也好 伊朗也好 沙特也好 有没有什么样的启示 我想说的是有 但是你可以说没有 或者是中国足球的那些专业的人士 那些职业的人士 他根本就拿你当做不值一提 可以 没有问题 但是在我自己的内心 我是这么定义的 今天一群中国的业余球员 用他们自己的努力 用他们自己的团结 用他们自己对于比赛的认知 对于对手的认知 用他们格外清晰的技术和战术的要求 格外强大的执行力 面对重重困难 击败整体实力比自己强大的对手 我认为 在某种程度上 他践行了中国足球未来 能够向整体实力比自己更强大的 韩国 日本 伊朗 沙特 去发起冲击 并且战胜对手的那一条道路 当然 你可以说不一样 你可以说那是国家队的比赛 而你们只是一场业余的比赛 你可以说这不一样 你可以说不一样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本质是一样的 本质是一样的 我们面对的是客场 我们面对的是整体比我们强大的对手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比我们 训练更系统 方方面面都 都很强大的一个对手 我们面对的是客场 糟糕的这种执法的环境 我们面对的是 我们对客场的环境完全不舒适 我们面对的是 准备时间非常少 我们没有包机 我们连包子都没吃上 但是我们赢了 因为 有这群 渴望 为胸前的五星红旗奉献自己 渴望 能够对得起 哪怕千八百万八千 几万十几万 关注这场比赛的中国人 为了他们 为自己 在未来能够留下一些什么 美好的记忆 因为他们热爱足球 他们拼了 梁浩跟我说 董哥 今天这个球 我断腿 我也会拼到底 够了 这就够了 当然 精神 解决不了全部的问题 精神 解决不了全部的问题 如果你现在可以看 在这个镜子上 仍然有着 暂时还没有擦去的 整个的战术的图 为了这场比赛 我们做了很多的细致的工作 包括 没来北京的 我的助手小鱼 鱼思沛 一个清训的教练 包括今天 给了我很大帮助的礼仪 他们在准 包括在 一些细节 包括在 准备活动 方方面面 都做了最细致的工作 而我本身坚定着 五四腰这种整体的战术 对于每一个位置 的研究 对于对方打法的 这样的反反复复的 去琢磨 去分析 给队员最清晰的 也是最严格的一个战术的要求 所有这些 所有这些 幻化成了 赢得胜利的 全部的基础 当然 我说过 这可能是小概率事件 比如说 我们打西班牙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们打日本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们打东城体校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们打韩国人也是这样 我们都赢了 你觉得是偶然吗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他其中一定有什么样的规律 我们抓住了 英语叫 我们抓住了 如果简单描述 就是第一 清晰的自我定位 我是谁 Who am I 我的能力如何 我的特点如何 我的短处在哪 我的长处在哪 清晰的自我认知 第二 清晰的对于对手的认知 对手是谁 对手实力比我们怎么样 比我们强 好了 解决了自我认知 解决了和对对对手的认知 你就解决了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敌我双方的对比 而在这种对比当中 你就知道 如果你整体处于劣势的话 你就应该 去想办法 否则的话 你就是劣势 而且还没有墓碑 在你整体不如对手的时候 在方方面面的条件 都对你不利的时候 我们去西班牙 我们经过了8800公里的飞行 我们到陌生的国度 我们到韩国也是 下飞机的24小时之后 就走上了赛场 所有这一切 都对我们不利 我们实力又不如对方 怎么办 第一 摆正位置 如果你比对方弱 你就承认弱 承认弱不TM丢人 被人干才丢人 而你承认弱 你赢了对方 那是真牛逼 你本身就比对方强 你赢什么意思都没有 研究对手 反反复复的看录像 去分析 去做小视频 去发在群里 让每一个队员知道 对方是什么样的进攻 对方的特长在哪 什么样的方式 是对方喜欢的踢球的方式 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破坏他 不让对方舒服 因为你要让对方舒服 就意味着你必须难受 没跑 怎么不让对方舒服 你得先让对方 先明白对方怎么是舒服 你才能明白 怎么才能够让对方不舒服 接下来你就想办法 实现让对方不舒服 韩国人 这个队看录像 他最舒服的打法 就是压迫过程当中 逼抢 然后打你身后 好了 第一 我五四一 有一拖后 我先充分的保护纵身 第二 我在进攻当中 尽量的避免通过中场 为什么 中场是对方的重中之重的防守区域 逼抢区域 如果你更多的通过中场 意味着你将更多的丢球 中场一旦被断 紧接着身后就会有威胁 所以我们的进攻 长传为主 走边路为主 接下来 我们怎么发挥我们的特长 如果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契合点 既让对手不舒服 又能够发挥我们的特长的话 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你的 至少这场比赛就是你的 我们至少在摸索 打西班牙就是这样 打体校是这样 打日本人是这样 打韩国人也是这样 我们都赢了 如果你说这是走了狗屎运 我承认 我谢谢狗屎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国家队 不能够走这样的狗屎运 难道他得对了狗 我还是得对了使 我想 这么多年 他没有真正的找到 属于自己的 能够击败强大对手的方式方法 这就是正解 你若你输合理 但是你赢不了证明 你没有真正的找到破敌之道 也许明天再打一场 我们会输 但是给我三个月的时间 我只要三个月时间 我就带这个队 我再打这个 韩国的什么 STV FC 我打一次 赢他一次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建立了击败对手的强大的信心 严格的执行力 如果你没有看这场比赛 我建议你看一看这场比赛的录像 这场比赛跟世界杯相比 遥不可及 跟欧洲杯遥不可及 跟欧冠遥不可及 乃至何甲遥不可及 跟中超中甲中乙可能都有差距 或者很大的差距 如果单纯从比赛来讲 是的 他不是什么精彩的足球比赛 不 我觉得他很精彩 他不是什么整体水平多高的比赛 你要看他有可能你会掉身价 因为你是很很资深的球迷 因为你平常就看世界杯 欧洲杯 欧冠 大不了多看点英超 中超你都不愿意看 或者你就看到中超为止 中甲你看你觉得丢人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看一看 我觉得你看完之后 你你所的你真正的收获 不仅仅是至于足球 你至于生活 你至于人生 你都有所感悟 为什么这群人 能够最后成为 在球场上 无比 骄傲和自豪的一群人 他们凭什么 你明白 这个问题 有一天 你在生活当中 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 骄傲和自豪 我们常说 没有什么不可阻挡 其实不 如果你走错了路 你出门就撞墙 所有的都是你的阻挡 而你走对了路 哪怕它是一条西径 你另辟西径 你可以自由 从容 激昂 勇敢的向前 并且能够抵达你想去的 彼岸 我很开心 当然 这些呢 我也很感谢 感谢 天道酬勤 无数个夜晚 可能很多人都在玩的时候 我在看录像 有的时候 我很兴奋的 把一条小视频 我分析的对手 或者我分析的我们 发到群里的时候 我就盯着这个群 我是多么希望 有队员能够给我反馈 告诉我 董哥我看了 有道理 有时候我会等 可能等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 甚至一个小时 终于 有一个队员反馈了 我那个时候 真的 就是特别的幸福 当然如果有更多的 反馈会更好 我觉得中国人 尤其中国的 大部分的年轻人 他们有时候会羞于表达 其实我知道 他们很多都看了 但他们不愿意表达观点 为什么 他们怕说错 或者他们觉得 这个东西 别人都没回应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回应呢 但是今天我想跟他们说 兄弟们 记住 你们要勇敢的去表达 无论是爱还是恨 你们要敞开自己的心扉 跟所有愿意跟你一起 在一起战斗的兄弟大哥们 去开诚布公的去交流 没有什么对 也没有什么错 有的就是你们共同的认知 共同的 一个前进的方向 你们要表达 你们要在场上 要表达 知道吗 今天中场的时候 我跟11个队员 场上队员 我说了 下半场一个人 必须给我喊一次 带头喊一次 一个人喊 中国队 场上其他10人 一起喊加油 我印象当中 大概只有4到5个队员完成了 为什么 有的可能是没劲了 喊的劲都没有了 喊的劲都没有了 我今天很遗憾 就是 当我们 比完赛 坐着大巴车 然后去 去一个地方 因为队员得洗澡嘛 走下大巴车的时候 这十几个人在前面走 我在后面 我看到的像 像一帮 残兵败将 为什么 几乎每个人 都是拖着自己的双腿 都是瘸着走的 我在后面看到这些 瘸着走 这些身影 这些背影 我觉得他们很伟大 我替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觉得他们今天 无论是三十四岁的侯卫 还是说二十一岁的李锐 我觉得今天 都是值得他们 感到幸福的一天 有人说 你们赢这样的比赛 有什么意义 是 我曾经 在 去西班牙 然后回来 花了五十八万 这其中有来回拆旅 然后又加上纪录片 我曾经 我曾经也怀疑过 我说这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有一天我发现 它有意义 它有意义 就是在于 我们所有经历了那场比赛的人 看待足球 看待平常比赛的胜负 完全有一个新的认识 我们可以输掉一些比赛 因为 我们的目标 不是赢那些比赛 我们只希望 去赢得 我们所有人从内心 都无比渴望赢得的 那样的比赛 我们渴望赢得的是 有很多素不相识的人 也同样期待我们赢下的那些比赛 至于说平常 真的无所谓 最重要的 就是每一个人 做到最好的自己 做到最好的自己 也许有一天 几天以后 生活又恢复常态 我们今天曾经有过的 那样的一种坦诚 那样一种兄弟的情谊 那样一种舍身忘死 那样一种抛弃 所有的 纷繁复杂的东西 为了一个单纯的 简单的目标 或者说仅仅是为了胸前的 这样一个五星红旗 我们所有做过的一切 也许在几天之后 我们可能 又会淡忘 但是没有关系 你知道吗 有些东西 就是从来也不用想起 永远也不会忘记 而你一旦 曾经 把自己 内心的那样的一种激情 那样所有的豪迈 你曾经给它调动起来过 那么我告诉你 当有一天 你再次需要调动它的时候 very easy 非常简单 因为你知道那种感觉 非常美妙 非常美好 你知道怎么去做一个 属于最好的自己 当那一天需要 当那一刻到来的时候 你一定还能做到 记住 我 和我的这些队员 如果未来有一天 又站在了同样的 类似的这样的赛场上的时候 哪怕我们一年不见 两年不见 当我们再一次聚到一起 面对 类似今天的 这样的情形 这样的比赛的时候 我们仍然能够找到这种感觉 因为我们曾经做到 凡是你曾经做到的事情 你完全可以继续做到 而很多你曾经做到的事情 之所以没有做到 原因在于你 在于你没有 过往那样的激情和勇气了 一个月前 我带U14 0比3落后 4比3逆转 夺取冠军的时候 我对这些14岁的孩子 我只说了一句话 我说孩子们记住 你们14岁的时候 你们所做到的这一切 是一个奇迹 是一个伟大的事情 当你们未来24 34 44 54的时候 当你们遇到生活当中的艰难困苦的时候 你想一下 今天你14岁的时候 已经几乎完成了 最生活当中 你可能面对的最艰难的一件事情 你超越它了 你做到了 我希望在那一刻 一个14岁的你 能够成为24岁 34岁 44岁的你的 一个光辉的榜样 自己 成为自己的榜样 你说有压力吗 真的有 也许在很多人眼里 这不值一提的比赛 有什么屁压力 随便踢吧 爱输输爱赢 爱赢赢 不 我不这么认为 当我决定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和队员们都要承受极大的压力 有很多的不可预知 当我看到对方的 比赛录像极紧的时候 当我请教了很多专业人士 这些专业人士 不约而同的 给我的鉴定 就是这支队伍 你们很难战胜 这支队伍很强 是的 他们也在努力 你以为他们不努力吗 你以为他们过去的 这一年多 他们每周训练三到四次 每周一场比赛 难道他们不努力吗 他们的梦想是 九年后夺取亚冠冠军 你知道吗 有梦想的人都了不起 我尊重他们 我尊重他们 他们也很努力 但是 我想我们今天 能够完成这样的比赛 我还是想说 其实中国人是可以的 尤其是中国人 被逼上绝境的时候 自古划山一条路的时候 并且没有任何的 勾心斗角 没有任何的 私心杂念的时候 中国人是可以的 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 十一个也可以是 没有问题 从孩子到大人 我全印证过 是可以的 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没有做到 问题在哪 在我们自己 怨不得别人 所以中国足球未来的发展 我觉得 是需要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是对于足球的认识 对于比赛的认识 对于中国人的认识 是需要有一种全新的 一种新的体系来呈现 去抓住其中的规律 中国人 中国的足球 应该符合中国的人性 你学再多的别人 你学不来 你学的皮毛 你学不到精髓 中国人 八年抗战 打过来 敌进我退 敌疲我扰 这都是历史成功的经验 中国足球 一时万会儿 到不了全面压制 也到不了跟人家打对攻 中国足球需要隐忍 需要纪律 需要执行力 需要一拼到底 需要利用中国人聪明的头脑 避其锋芒 出其不意 完成致命一击 当然我说这些没有用 那我们还是说一说明天的中韩之战 今儿呢 跟一个熟悉韩国足球的朋友呢 聊了聊 说韩国队呢 打4231 金 金英全跟这个 洪正好 搭档 然后郑友荣啊 加上继承雍 这是中路 然后前面就是这个 孙新民 李青龙 居之泽啊 最前面的是黄喜灿 反正这够喝一壶了 啊 是够喝一壶了 我们期待着中国国家队明天能 能有好的表现 当然你要说中国队输 我认为 也不是说不能接受的结果 但我真的很期待 就是哥们 你能不能输的明白一点 就你能不能让对方不舒服一点 你别让对方打太舒服 行不行 拜托了 我们一群 外行 带领了一群中国业余球员 我们能做到的 我相信 你们同样能做到 区别在于第一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 思路 第二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清醒 第三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决心 如果你们做不到 说句实在话 三个字 不应该 谢谢各位 我很开心 我的开心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 至于我有关 当然 我此时此刻 我能够感受到今天所有 在一个战壕里战斗的所有的兄弟 我想他们的心情跟我一样 然后我的老父亲 包括我母亲 他们其实知道我压力比较大 所以昨天晚上还发微信告诉我 哎呀 无所谓 说这个中国国家队输韩国输了好几十年 你们输也没关系 然后今天他们 一直在看直播 我知道可能因为最后 我们确实没有劲了 而对手也拼了 最后呢也是门前风声鹤唳 可能也让老人也是担心了 但是最后 还是开心的 能了 所以也感谢 这些真正关心我们的人 谢谢 明天让我们一起为国家队加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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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